沙洲直升机失联的消息传出后 家属心骄如焚 一夜折腾后 飞往沙洲跟进最新情况 六名乘客的家属 今早已经抵达沙洲首府古镜 并和当地负责人接洽 苦后最新消息 六名乘客的家属 今天一早就带着沉重的心情 飞抵沙拉月古镜 并和当局接洽 以等候官方的进一步消息 其中一名乘客 刮拉江沙国会议员 拿渡望莫浩默的弟弟 望莫浩默凯鲁去出 他对误传的谣言感到遗憾 因为不时的消息和照片 严重影响了他们一家人的情绪 他说不管哥哥发生了什么事 一家人都会平静地等待去世的消息 另外巫统刮拉江沙去部妇女组 今早也特别举行祈祷仪式 其愿望莫浩默平安归来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也将登上失联直升机的 农业级农机工业部部长 纳都斯里·阿莫沙比里 则因为临时改成另一架直升机 而侥幸逃过一劫 阿莫沙比里的私人保镖法鲁透露 沙比里昨天在十八河镇出席活动后 临时最后一刻改搭另一架直升机 返回古境 而幸运地避过了劫难 NTV7综合报道 阿莫沙比里的邀请